接著就到87年的第七題 我們現在有一條曲線 這個equation就是x²-y²等於3 那就問我們切這條曲線的切線方程 但切線方程的特點就是它會平衡於y等於2x 那我想問,y等於2x這條直線的斜率是什麼 斜率是2 由於是平衡的關係 所以那兩條切線的斜率應該都要等於2 即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有個功能叫x²-y²等於3 我們會滑掉了 所以有2x-2y dy dx 是等於0,左右滑掉了 所以就會有dy dx 是等於-2x除2y -2x除2y是什麼 就會是x over y x over y 我們說這個是斜率 這個就是切線的斜率 但我們今天說切線的斜率要等於2 所以我們會滑 x over y等於2 OK 所以就會有x等於2y 我們說切線方程 直線來說 我們說要有1點的座標和斜率 斜率我們有,斜率就是2 但那點的座標去左邊 那點的座標是消失了的 怎樣找出來呢 就憑借著這個relation 我們應該代入這條曲線 所以我們就會有 2y的square 減y的square 等於3 所以就會是4y square減y square等於3 3y的square等於3 所以就會有y square等於1 y等於1 我負1 當y是1的時候 x就會是2 當y是負1的時候 x就會是負2 就是這樣 今天有兩點的座標 所以require equation y-1除x-2 等於2 或者y-1除 y-1除 x加2 是2 就是這樣 所以y-1等於2x-4 y等於2x-3 y-1等於2x加4 y等於2x加3 就是這樣 你看到整條題目的做法就是 D完之後有個dydx 然後就 給我們的邪率 再憑借著你去聯絡方程 找個膠點出來 因為我們經常說找直線方程 要知道一點座標和邪率 憑借著找到座標 你就會找到一個 equation of tangent 就會是這樣